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视频攻略 我们现在已经是攻下了这个刘烟的计 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尽快的把公孙赞的背屏给打下来 先让邓帽回去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没有锻造厂 所以说我们可以造一个锻造厂 因为我们在收服这个刘关章以后啊 就是多造一些枪和挤会比较好 我们先把这个地方召唤一些人 我看看召唤谁呢 这个地方人太少了主要是 竹志 竹志也过来 然后 然后 点围 然后拱都 然后再来个谋臣吧 圆影好 五个人到这边防守应该是够了 这边防守应该是够了 季线的话 我们可以 想想 可以先训练 训练过了一些 这个地方基本上已经被困死在这个完成了 没有办法 所以说我们只能尽快的就是说攻下这个洛阳 因为现在洛阳是比较空虚的嘛 他只有一个流带还有一些就是没有一些能打的武将 我可以先生产一些冰装 起兵也生产一些 我觉得尽可能的把洛阳打下来 然后以洛阳作为立足点 就是打下洛阳以后 我觉得就是 不一定需要立刻就是说进行一个速推了 因为打下洛阳以后 剩下的基本上就比较好打了 打下洛阳以后我们在洛阳站稳脚跟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平推了 就可以开始平推了 但是冰装这些肯定是要生产的 因为这些肯定是不够的 这边反正还是一样 还是继续去吸引这个攻速带的兵嘛 然后我们在这儿先给他开发一个锻造厂 锻炎厂 然后再开发一个旧社 这个字我一直都念不对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是旅布嘛 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就是说出一队兵嘛 可以去把它弄晕 还有一个人 啊这边 转换一个谁过来呢 把灯把灯帽召唤过来好 啊不是说错了 这边的灯帽对 看一下 灯帽吧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晕掉 扰乱一下 因为他这个队伍里面只有旅布一个人 所以说基本上是百分之百可以成功的 继续训练 嗯 这个地方我看看能不能再耗掉他一点这个耐久 反正也出不去了 主要是我对这个地方有一个误判 嗯 表情把那个就是呃 队伍的人数的那个显示给关掉 这样我们继续 找兵买码 然后赚一些钱 可以生产个市场 算了不着急 留着眼前然后赶紧把洛阳攻下来为上侧 这个顿丘港已经被攻陷了 先给个兵营兵舍给造一个 先耗住他 三四五六 螺旋突刺 这个螺旋突刺对旅布使用的话 其实是呃 是可以成功的 哦 不行 是他这个不是是张飞的斗神对旅布使用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张飞的斗神是并没有说要武力比自己低 这个是我的一个失误 男皮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把这些东西都输送过去好了 但都输送过去好像也不太行因为毕竟还是要留一点人来防守 输送一些人给给到这个高堂港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周仓就可以派兵出来 因为周仓的这个水军是A 所以说让他派兵出来是比外面这两个人要好 这样的话可以尽快消灭掉他如指的队伍 这也是继续训练 你等下还有一个队伍没有执行是哪一个队伍 看一下啊 这位 12815了已经 差不多够了 我觉得基本上够了吧 夏侯敦可以再带上孙坚 然后再带上一个武将 带上细致才好 然后再出 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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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出一个 弩兵 先买点凉草 凉草就不够了 出点 弩兵 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出兵 这都要让刘P出兵好 他好歹还是枪兵是个A嘛 先把虎劳关打下来再说了 先把虎劳关打下来再说了 凉兵的话有个B的吧 不太够 看看能不能给他编制一个建设什么 嗯 让他搞个阵号 然后我们在 这个地方继续给他建一个阵 两个回合应该可以 下个回合就可以建好 413 对 下个回合就可以建好 万一他们来打的是男P的话 那我至少还能抵挡一阵子 这边的话反正就让周苍继续干他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管 派四支队伍先把虎劳关拿下 在虎劳关站稳脚跟 这里反正继续火计那个城 因为你火计他们队伍是没有用的 智力太低了 基本上不可能成功 把这些人我都忘记去登庸他们了 那我检查一下有没有谁可以现在登庸的 因为你不登庸的话他们很快也会逃跑 寻优是96 如果说我留言呢 能不能就是说让寻优的忠诚给他降下来 不可以 留言洛阳 洛阳可以 成虎居然能够去留言洛阳 我不知道他留言的这个 有没有什么最低的这个叫啥 就是最低的这种智力的要求 差不多吧 6000人 完了他这个要过来了 这能派人去挡住他了 因为我这边没有冰射还没见好 果然他们的目标是这个男皮 我们就赶紧把这个阵给他造好 把阵造好以后 然后我们生产一些冰装 再生产一些骑兵 反正这个钱还是够的 然后接着就用关羽张飞去控他们 嗯还有一只队伍是哪只队伍 应该都没了呀 啊这 主要打黄金的这个势力就是说 就玩黄金的这个势力 他就需要你 就是一下子同时操控很多城池 嗯还好他这个是个低智力 直接出征吧 也不要去管了 想想 再生产些枪好了 因为枪才是我最重要的这个冰装 完了这个冰射还没造好 有点尴尬 只有六百人 我让他出去跟这个陈琳单挑好了 哎没什么用 主要是 赶紧攻下洛阳了 这个洛阳基本上没什么防备啊 现在去攻下洛阳是最好的时机啊 钱都快没了 派兵去 派兵去攻这个洛阳好 然后再派一支输送队伍 然后再派一支输送队伍 输送个一万人 然后弩也输送过来 弩和枪都给他输送过去 然后一点钱给他到那个许昌 许昌还要防守来自那个晚城的进攻吗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 反正继续打这个卢之 平原基本上还是很好防守的 因为这里已经有那个 土壘了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从这个地方来打我这个阵 我也可以在后面就是一直骚扰他们 原形成为何进军的俘虏 这 嗯还有一天还有一天 火机 火机 我看看啊 基本上枪我觉得生产的差不多了 加到一一百二十 嗯 我们再生产一点也行 生产一点 然后这样让关羽 关羽和简庸好 关羽和简庸 出七千人吧 七千人差不多 螺旋兔斯 失败了 那就继续让张飞 不要带着刘备 张飞带着料化 不是七千五百人 就要混乱了 就 然后再让刘备出兵 然后没有弩吧 我也没办法 因为为了他们 他们那个援助进攻 所以肯定还是要出来的 没有骑兵了 看看 他这支队伍基本上很快就被我们灭掉了 好 然后我们拍下后边 打不着 主要是 然后我们继续探索人才 因为很快许昌 就是很快那个晚成就会来打我们 所以说我们许昌也要准备好就是防守 虽然说许昌防守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我们没有钱是不行的 如果谁可以灯用啊 讲义渠 灯用成功 还有一个人是谁 周仓 还有一个队 往这 还有一个队 往这 曹报讨好 曹姓要求士官 不错 来个弩兵A 虽然这个地方用来帮赏是真好的 虽然这个地方用来帮赏是真好的 赶紧把这个虎牢关给打下来真的是不能再拖了 再拖的话就时间上来不及啊 然后继继续在这儿 然后继续在这儿针点兵 他们来打我这里的建筑啊 没有空余的兵舍 天呐 我看看 让这个韩仙 和谁呢 韩仙简庸和讲义渠过来好 这儿看有谁可以登庸的 张角应该快挂了 最迟最迟我感觉 最迟最迟我感觉185年的6月份得过得挂了 挺好打有刘关张三兄弟我感觉就是打的就是很顺 先回去 这儿给他建个兵舍好 反正无所谓慢慢来嘛 这里还有两只队伍 张和比较难对付 不过张和水军不行 所以我们在水上阻击他还是比较方便 主要周苍他水冰是A 但是旁边还有个圆 陪袁绍有可能就是说可以触发援助进攻的 先把这个公孙赞的这个锦兰给他晕掉 然后把公孙岳也给他晕掉 刘贝这个500弩兵是不行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个多余的这个冰装了 要麻烦 还是换点粮草吧 不要到时候粮草已尽那就尴尬 基本上这个虎牢关快被我们打下来了 这里我们看看有谁可以登的 岩板虎 吴郭泰 没什么意义啊 过去登下也行吧 在这继续放火 不能让他们进来 我们在这边继续招兵买马 冰射给他造在这个地方 这样打不到 看看现在怎么办 嗯 还好这个只有一个吕布所以说挺好对付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刘贝是逃不掉的 他逃他逃的话 吕布还是可以追上他 因为吕布可以无视那个 zoc 这边的话反正继续真冰论 其他也干不了什么事 虎牌 虾皮这里钱是够的 好 我们赶紧回到许昌 然后 西周合并一下 下回合 继续造这些市场什么的 我们继续探索 主要是因为我们必须得就是 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公孙赞的势力给搞掉 否则的话我们后方 实在是 就是叫什么 太危险了 好 这下面洛阳就是唾手可得 留下行动力 下回合 开始进攻洛阳 许静正与某人密谈中 赶紧包上 然后 我们先把这个市场什么的给它开发好 对 好 然后从虎牢关出兵 占了洛阳 占了虎牢关以后 把洛阳基本上就是 一如翻掌 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就是 叫啥 就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 那个 他没有就是 叫啥 他没有就是出兵阻击我 直接就让我占了虎牢关 这我是没想到的 我现在都不敢让张角出征了 我感觉让张角出征半路死掉 那就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尴尬 完了 过来了 韩仙让他过来 方月 能不能用一个谋士给他弄掉呢 不行 已经去报这个兵射了 他只能在这里死撑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寻查一下 这个男皮应该还是能守住的 浮阳 浮阳 反正我们就给他这个 盾丘杆给他放火就行了 这里给他寻查一下以免出贼钉 动用无波态 继续 螺旋 螺旋突刺这个吕布 因为张飞的这个 斗神是可以无视他的叫啥 可以无视那个什么的 就是无视他的武力值 就不管他武力值是多少 都可以把他那个就是叫啥 都给把晕掉 这是比那个关羽的这个 要好的一点 就是如果初始遇到那种 就是武力值非常高的那种 那 就是 反而是关羽会比较 就是吃力一点 嗯 攻击他只有一万九千人 两万多人 马上就可以把他干掉 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队伍 基本上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能打的 最好的一个 巧貌的一个骑兵币 张良要是会那个就是雷击的落雷的话 那就那就很好 可惜他不会 就是张良他是只会那个就是就是妖术 而那个张宝和张角他是既会那个落雷又会妖术 妖术我觉得没什么用 他就是让周围的那些敌军部队混乱 嗯 嗯 就是用处不大 我觉得 因为 因为实际上就是说 你 怎么说呢 就是 你成功的概率其实不高的 你成功的概率只有50%左右 然后你也不是说让周围的每一支部队都混 陷入混乱状态 就是他只是有概率 我们还要造什么呢 造个大市场 造个大市场好 新高一下收入 这里反正继续真兵啊 死死的守住这个 嗯 这个口子就行了 好 过来了 看看 先让刘备去试着能不能把他晕掉 好 然后关羽 给他螺旋吐吹 嗯 其实我有点想让张飞去单挑吕布 因为吕布肯定会同意 但是 我觉得我没有毕生的把握 继续真兵 这就有点尴尬了 这冰射还没造好 我看看丁元的势力怎么样 丁元现在是一万九千人 我不能去灭丁元 我得先把这个 就是 把这个公司站的这边的北平给拿下 剩下的以后再说 哇 瞬间还挺猛的 不愧是江东猛虎啊 好可以继续吸收合并 完成这里我造了两个这个图类 这样的话 他们要来进攻我就会消耗更多的这个时间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 因为我们有更多时间可以去 就是抵挡他们的进攻 看一下如果说我让张宝也出征的话会怎么样 但只有1000多人 我让张宝出征好了 张宝带着9000人的队伍 8000吧 那还是有点少 我带6000 不行 带4000呢 130天差不多 张宝和高兰 这样的话可以使用那个落雷 张脚就算了 就是相当于现在就是 把张脚放在家里面让他等死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一出征然后结果人就死了 半路上死了 那就很伤了 对 灯用成功张五 吸收合并 再造一个市场就可以把那个这里的市场给完成了 这洛阳机会没什么可能打的兵啊 这带了钱 但是打他耐久也很花时间 好等他部队出来了 反正他五万多人他肯定会出来 出来以后我们再去集中的去歼灭他也是可以的 先把吕布的队伍给消灭掉好 然后这里哇陪源烧粮草快没了 这样正好恢复 关键还是不能真兵这是个问题 还是不能真兵 要不我从这里出个兵去支援他好了 要不然也麻烦 许昌吗我看看巡查一下确保不会出贼军 研究能力都忘记研究了从开局到现在一直都没研究 然后我们再看看有谁可以登用的 阳丑 曹豹 淘千 嗯没有任何值得我去浪费一回合去登庸的 我把这顿秋港给攻下 顿秋港攻下以后看一下有谁可以登 没有都没有 吕布终成都变成94了 我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把吕布再让他在外面再待一段时间不要着急让他回家让他回家呢他不就要出来打我们 失败了居然 按理说张角这个100的魅力啊不不是100 这么高的魅力应该是能够就是很轻松的 哎居然失败了 这 搞乱一下 成功了 吓一跳 嗯 再试试看能不能登庸这些人 吕布不可以 这个 未序未序居然可以 未序居然可以 登庸 还有谁我可以 未序 未序 我方月这个忠诚肯定很高的 哇 他们居然很聪明居然没有从那个洛阳城里面出来 天呐 那就有有的打了 这就有点难了 因为我们没没带多少钱 若是我们带的钱足够多的话 那是可以用火球给他解决掉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带的钱有点少 好 而且张良又是不会落雷的 那就减200点 这要打到什么时候了 虽然也能攻下 但是我就怕粮草阶级不上 我现在赶紧一点 就是真兵 这里的话反正还是一样的 先把这些冰桩给他造一下 然后浮羊嘛 反正继续真兵 因为我知道他们要来打我 下批有三个人 小配就一个张凯 我觉得可以给小配再派一个人 随便派一个这个 拍到小配去 继续找吧 哇 大部队来了 大部队来了 这个不能应聘 不能应聘 我觉得 我看一下 吕布还是不能登庸 我再也不能登庸的话就算了 我们继续用火计 搞他 这里有800个 800金钱 继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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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球 继续火计 他应该撑不到多少回合了应该 失败了 2300点 现在就 吸收合并 我们再造一个造壁场就可以了 工坊给他造一个 纪列斧造一个 这里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需要管的地方吧 我看看 有些人 有点亏 我这里卫须给我多了4000起兵 而且忠诚居然直接是100 直接用卫须对他进行攻击就行了 吕布的终成多少了还是94 我这里应该是没什么人能够登用他 一直这样晕着他也不是办法 问题是 算法灭了算 不所谓 没钱了 主要是 没钱了 没士气 最后六百块钱 在这个地方 继继续弄火球 继续弄火球 继续烧他 差不多了应该 还有一千一百点 那九 两个回合应该是可以 拿下了 叶城这个地方还有五万七千人 多少点骑兵准备好 从来自晚城的进攻 晚城这边人才还挺聚集的 对了还要包上一下人才 接下来就没事了吧 断秋港被攻陷 点围居然成为俘虏 这有点尴尬 怎么弄 找关羽没有那个没有士气了 他居然切入单挑了 那我们不是必胜吗 他就一个 一个公孙赞 肯定不可能是颜良的对手啊 只要忠实攻击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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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俘虏的话可以现在忠实防御 不要让他那么快把他打死 用斩气斩够了 再用必杀机把他弄死 必胜了基本上 如果说能俘虏的话 他一万人就全没了 那我们就可以加快我们攻下他的速度 好 这肯定是释放 不会把他处决的 释放以后 我们就 尽情的进攻就行了 留备回去 探索 赚点钱 至少够那个 够弄一次这个 弓弩吧 我觉得 700块钱 啊 早就很 不管了 没钱就没钱吧 不管了 灯用卫序倒还是挺不错的 也是吕布手下的一员虎将啊 放在这儿应该是可以 但是这样会烧到这个位 放这儿 差不多 还有600多点带着 这样5万人全都死在里面了 就等于是 那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出来 可能是他们那个洛阳城里面都是一些文官 然后呢 再加上也没有什么兵装 那元树居然投降了 这是何等的暴行 就算有谁能容许这样的事 然后马腾绝不容许 费力了 这个张角费力灵地 东汉灭亡 那肯定 他都不会问你要不要费力 黄金军嘛 本来就是 反对汉朝的